泰玛里拥有美丽的曙光 还有海岸线 也是许多喜欢钓鱼的钓友们 心中首选的场地 这一次主办单位泰玛里乡公所 特别用心规划活动 就叫做2016南回海边钓鱼去 吸引不少钓友们组队参赛 先让 那希望大家在钓舞的时候 不要太靠近我们的海啦 不过看到天气在转球 应该是一个好的开始啦 也祝大家今天 还有明天的钓鱼比赛 可以钓到大鱼 活动当中 特别请到齐佬 进行了祈福仪式 祝福大会成功 也希望钓友们能够种大鱼 钓鱼 钓鱼喔 请问你参加哪一个团队来参加海钓 大家好 我是 我们是参加这一组 我们是参加那个新乐长线队 是 那你钓鱼的经历大概有几 我钓鱼的经历其实也不长 几乎应该是算差不多3至5年而已 那你钓过在 你都在台东钓吗 有没有到其他县市钓过 我们在 几乎都在台东 这个沿岸在做钓 台东这个地区沿岸在做钓 其实 不要说太多的 人为的污染 其实台东这个地区在做钓 真的是非常的非常之好 那台东鱼很大吗 台东的鱼真的很大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 或是要注意的 要准备的工作 钓鱼最注重就是安全 安全一定要是最注重的 没有安全 我们钓鱼一定要 自己本身的安全一定要注意到 钓鱼只是休闲 安全才是最重要 我们以放长线来讲 虽然是用飞行器再放长线 但是飞行器放长线还是有因为 海浪的问题 其台风期间还是说 还是说东北气风 我们尽量不要去做钓 当中 新乐长线队也有不少的 志同道合的钓友们一起参赛 大家很开心能够一起来参加 来增进彼此间的情谊 钓鱼有兴趣的人都可以来台中参加这个比赛 当然也是要主办单位 勇业的来给我们办这些活动 大家真的每次主办都是名额 都是超猪 所以希望有关单位 相关单位可以继续来办这个活动 比赛当中最大赢家是周继良先生 他原本是钓到一只小鱼 没有想到收线的时候 一尾重达近50公斤的牛港僧 竟把小鱼吞了 就这样他奋战30分钟成了最大赢家 真的是大收获 这是哪时候钓上来的 昨天 你觉得在泰玛里这样子钓 你觉得有什么心得 不错不错 心得 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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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是以后可以常常举办这种活动 那2016 泰玛里相公所办的这样的一个长钓活动 那有一些成果 最大的是47斤的贵仔鱼 那还有其他的鱼种 那这样子应该是让这些钓游 应该对我们泰玛里的一个海滨 有一些疑惑 那也欢迎啦 喜欢海钓的人 有机会可以到这边来垂钓 来长钓 那也在此呼吁 我们来到这边 也要保护我们的沙滩 所以这一次我们也有淨滩的活动 谢谢各位钓游的一个合作 那来到泰玛里也别忘了 到我们的金针山 到我们的金鲁温泉 等等旅游圣地 那也要多消费 也让我们的一个经济可以复苏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 其实钓鱼比赛是一种很好的休闲活动 大家齐聚一起组队报名 可以培养团队精神 更挑战耐力专注力 是一个正当的休闲活动 泰玛里乡公所期盼 未来有机会继续办理 让泰玛里美丽的海岸线 让更多人来分享 东台宣传部郑大方在泰玛里乡的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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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